阿南和婢女是一对结婚十几年的夫妻 两个人有两个儿子 大儿子已经上大学 小儿子还在读小学三年级 小儿子跟村里的小女孩C是好朋友 小女孩的父母已经离婚 平时父亲外出打工 自己跟颜月奶奶一起生活 偶尔会到这对夫妻家看电视 这对夫妻对着小女孩也算温和 毕竟是他儿子的同学家好朋友 这与夫妻感情也还不错 毕竟生了两个儿子 可夫妻之间呢 难免不了磕磕碰碰 每次吵架的时候 阿南总是提出 婢女当初嫁给她是不是厨女 这话提多了就像一根刺扎进了女的心里 这一天小女孩C到她家看动画片 夫妻二人又开始吵架 男的骂你的是当父 嫁给他时不是厨女 女的一怒之下就说 那我欠你的我找个厨女 给你玩玩 这样我们两就两平了 男人没有说话 因为在他心里 他确实很想尝一尝厨厨女是什么滋味 他觉得老婆亏欠她了 女人望了望正在看动画片的小女孩C 说不如救她吧 父母不在身边 爷爷奶奶年纪又大了 根本没人管她 事后给点钱哄哄就算了 再说本身这小女孩 就是那种好吃懒做型的 应该很容易上手的 于是妻子支开了儿子 让儿子到村里的小店 给她爸买瓶酒 等儿子走了对小女孩说 叔叔啊帮你检查一下身体 然后让小女孩脱了裤子 这个时候 婢女就悄悄地躲到了门口 算是给她丈夫望风 一边看门口有没有人 一边不时地回头 透过窗户看她丈夫 和这个小女孩发生了性关系 她的丈夫动作轻柔 小女孩竟然也很配合 完事之后 婢女对着小女孩说 这件事情不要告诉任何人 并给了这小女孩几十块钱 小女孩拿着钱高高兴兴地走了 丈夫出来之后 心满意足 婢女心中不是滋味 可是一想到自己不是处女的事情 一嘴地委屈 到了嘴边 却又说不出来 婢女以为这件事以后 丈夫就能像从前一样对她 他们的家还能恢复到往日的婚乐 可在丈夫心里 第一次尝到处女的滋味 反而一发不可收拾 过了一段时间 小女孩并无什么意样 村里也没有人发现什么 有一天 丈夫又想跟小女孩干那事 就叫她的妻子 想办法把小女孩骗回家 妻子没办法 又想了个办法 把小女孩骗了过来 这一次 小女孩和她的丈夫 和像之前那样发生了性关系 妻子仍然站在门口 给他们忘风 这次事情结束后 妻子终于受不了了 骂男人恶心变态 反而遭到了 男人的一顿毒打 而小女孩似乎很享受 这样一段关系 叔叔对她很好 而且又有钱花 妻子看小女孩的眼神 开始有一点嫉妒 令女有点后悔 自己当初的做法 这以后 什么 小女孩和男人 经常勾搭地在一起 一个眼神 一个动作 一句话 两个人就开始到草堆里 玉米地里 家前屋后的 开始做那事 小女孩确实年纪小 才十多岁 从来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后果 而男人就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 乐此不彼 他知道小女孩没来过月经 认为肯定不会怀孕的 所以更加肆无忌惮 到了秋天 男人外出打工 小女孩终于可以消停一阵了 开学之后学校老师发现小女孩的肚子有点大 感觉有点不对劲 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校长 校长就打电话给小女儿的姑姑 让她姑姑带她去医院检查一下 一检查不要紧 发现小女孩已经怀孕五个多月了 后来这对夫妻 东窗事发被抓了起来 开庭的时候 大儿子用自己的学费 只给母亲找了一个律师 婢女全程在哭 一让她说话她就骂她男人 说她儿子以后孩子们有脸在村里生活 男人则自始至终没有一点辩解 夫妻二人长相朴实 尤其男人 地道老农民的模样 肤色有黑布满皱纹 开完庭后 儿子抱着妈妈在哭 对她父亲却连一眼都没看 事后我们跟法官讨论这个案子的时候 都觉得婢女可怜可悲又可恨 感叹在这个年代居然还有人有这样的思想 而农村留守儿童的父母确实在教育上也有很大的失职 更感叹这个年代不是所有的小孩都天真无邪 父母在关心孩子吃饱穿暖的同时更应注重他三观的培养 要注意抵制各种不良信息的影响 下面我还会讲到几个故事 从这些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 孩子的性启蒙性教育如果失败的话 将会给孩子带来多大影响 尤其是父母不在身边的留守儿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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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